成都五喉区领事馆路 某写四楼四楼一家特殊的酒吧 只在周五营业 全赛是这家酒吧唯一的经营项目 前来参赛的大多都是业余选手 有白领 老师 警察和大学生 还有一些在附近领事馆工作的老外 酒吧根据个人实力安排对待双方 会有四对拳手在这里面一脚高下 酒吧老板的名字叫火车 这个小拳场是有怎样的故事 本期就让安哥带大家一起深入探索一番 相比人们熟悉的拳击运动 这儿的比赛更加凶狠 开放 规则介于自由搏击和综合格斗之间 拳手在这个狭小的八角龙内 可以使用任何方式击打对手 比赛分为五回合 每个回合两分钟 以有效打击点数判断输赢 但在这种类似于近身肉搏的规则下 KO的场面出现力极高 使得拳赛更具观赏性 每晚都会有近百名观众前来观赛 几轮精彩的比赛过后 当晚压轴出场的两名拳手 中波和焦伟伦走进八角龙 28岁的中波是成都一家建设坊的店长 事业有成家庭弥满 还有个五岁多的女儿 学习格斗没多久后 便报名参加了酒吧拳赛 初次参赛就惨遭劲敌 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家族专业的 大四学生焦伟伦 有着两年的专业拳击训练基础 在酒吧拳赛比赛中 战绩六胜一负 加之外星帅气 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拳手 比赛开局 中波凭着力量优势频频发力 将擅长打中远距离拉锯战的焦伟伦 逼到卷而落 身高体重都不是一个量级 焦伟伦目前看来只有招架之功 这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 20岁的焦伟伦 出生于河北一个军人家庭 从小身体肥胖 导致他在集体生活中 总是处于任由取笑排斥的位置 那种压抑在内心的委屈 要怎么宣泄呢 高二时 焦伟伦偶然听到了活节乐队的歌 力量感十足的重型音乐 立即吸引了他 小伙子着魔一般开始学习架子鼓 似乎是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2017年2月24日 成都全手酒吧的拳赛 如火如荼进行 第二轮比赛刚开局 中波继续保持进攻态势 紧咬对手 焦伟伦无法挣脱 突然失去平衡倒地 中波趁机补了一拳 随后焦伟伦依旧以防守为主 四处斡旋消耗对手体力 给中波的感觉 就是一拳打在棉花上 有力无处使 比拼起耐力 中波就不行了 第三轮比赛开始 中波体能迅速下降 无法继续压制对手 焦伟伦在狭小的八角龙内 辗转堂挪 逐渐将中波带入自己的节奏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局面 本来自己上全台 就不被身边人看好 如果不能脱预而出 那更加成为别人劝说自己的筹码了 中波出生于四川农村 自幼喜欢武术 但练武并不能帮他改变命运 于是十三四岁就离开家乡 出来跑社会 在工地搬过砖 在工厂做过流水线 还给老板当过保镖 最终凭借魁梧装说的身材 在成都一家健身房 当起了教练 为了赚钱 转行做销售 凭借越来越好的销售业绩 一路干到店长职位 从一个农村出来的底层青年 到在大城市安家立业 中波看似有着令人羡慕的人生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些年在生活的漩涡中来回折腾 成功的代价就只有28岁的他 已经开始有些中年发福了 之后中波报名参加格斗俱乐部 开始重拾少年时的梦想 再来叹叹九八老板火车 他曾在美国芝加哥住过一年 建设了那里拳击俱乐部里的血脉纷张 回到成都便和几个朋友 效仿着开了这家格斗酒吧 从2015年11月开始 举办了超过1000场比赛 回到比赛 拳台上的中波找到了拼搏的状态 也触碰到了自己深埋多年的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个武林高手 而对于叫伟伦来说 打拳是在他迷茫与纠结中的出口 更是他与童年经历的一种和解 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后 开始组建乐队去酒吧演出 但时间一长 摇滚乐不再是他的保护伞 反而让他觉得更加迷茫和纠结 而且酒吧演出还有一个副作用 那就是让焦伟伦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曾在剧烈的古典中得到释放 但面对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 他还是会时不时而觉得别扭 这时候音乐似乎无济于事 消沉了一段时间后 焦伟伦决定彻底改变自己 他开始健身不到一年瘦了六十斤 大二十陪一个同学院去拳击俱乐部训练 被那里的教练看上 以玩玩的心态尝试一番后 焦伟伦爱上了拳击 干脆从学校宿舍搬出来 住进了俱乐部里的集体宿舍 在这里找到了梦寐以求的 简单直接的生活方式 拳击就想为焦伟伦的生活 拉开了一道口误寸 挥拳 对抗 流汗 受伤 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 此时全场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焦伟伦逐渐找到状态 接连几个顶膝 把中波逼到龙边 中波连续百拳回击 也没什么效果 用焦伟伦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产生有效打击 比赛时间消耗完 也没有产生KO 裁判根据双方的有效打击点数判定 是焦伟伦获胜 这是他在酒吧拳台的第七场胜利 酒吧的拳手 有人生活不顺 有人志向难仇 不同出身的人在拳台相遇 这个狭小的八角龙 是很多人发现的出口 除了业余拳手 来参赛的 也不乏一些正在学拳 准备从事职业的拳手 18岁的黄帅 已经在这里参加了三场拳赛 出拳迅速 不乏灵活的他 由小猛牛之称 黄帅的家乡在四川自贡 一年前被一家俱乐部的教练看上 免费接来成都学拳 来酒吧打拳的孩子 不少都与他一样出身底层 渴望通过拳击改变命 火车就亲自介绍一名 龙亚孩子进入俱乐部 他的名字叫梁阳 如今在一家搏击俱乐部里 当教练 也算是有了份稳定收入 出钱狠 力道大 耐力强 在一次与焦伟伦的比赛中 二人缠斗五回合 依然是平手 由于听力障碍 导致平衡能力不佳 龙亚拳手在受到打击后 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做出倒地等应激的保护反应 这会大大增加 他们对脑部受损的危险 因此焦伟伦对龙亚人从事拳击运动 并不赞成 但对于梁阳这个特别的对手 他内心依旧充满了敬佩 火车一直在告诉大家 输入不丢人 人生多长场比赛 在这打一场比赛算什么呀 结果根本不重要 要的是过程 进入这个笼子 所有人的名称都只有一个 拳手 在这个繁忙的生活中 工作 家庭 社交等各种琐事 总是让我们的时间 填得满满了 仿佛没有一丝空隙 能让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 无论你的生活再忙碌 再繁琐 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梦想和爱好 就像打拳一样 你或许需要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与工作家庭抗争 与疲惫抗争 但当你站在拳场上时 你会感到一种 无比强烈的震撼和自豪感 那时你将意识到 不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只会让你失去自我 变得索然无畏 无论多忙 坚持自己的梦想和热爱 你将会收获更多的力量 迎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